要解決市民上樓和土地供應問題 在新一份施政報告就提出一個 最快要14年後才入伙的遙遠的計劃 這個叫明日大嶼的計劃 會研究在大嶼山郊爾州和喜寧州附近分兩階段填海 建造合共大約1700公頃 4個或以上的人工島 輕建26至40萬個住宅單位 被70至110萬人居住 其中7成是供應房屋 因應填海發展 政府會研究興建一條跨海公路和鐵路 由港島北部連接中部水域 因澳至屯門龍古灘一帶 第一階段預計2025年 在交易州東面填海 首批住宅單位最快2032年入伙 距離現在還有14年 特首林鄭月娥都承認 這個計劃成本非常昂貴 有消息人士就透露 填海造地四五千億都走不掉 又說當局預計明年中 憑立法會申請撥款研究 還會探討日後在長洲燕南填海 粗略估計可以填過千公頃土地 在過往我們見到香港很多大八丈工程 那些我會形容為大花童 以前是大花童 但今天是賭新家 這個賭不應該叫東大嶼賭 即是叫分身賭 不過是賭博的賭 你現在這樣的賭錢下去 其實是掏空了我們幾代香港人 存下來的錢 立法會議員尹兆堅批評政府 忽視短中期土地供應短缺問題 反而提出一個遙遠計劃 等到劏房兒童的子女出勢都未上車 《讀亡記者》吳朗軒報道